Hello 大家好,我是塔塔 最近蔥好像特别便宜 今天突然想吃蔥面包,反正在家没事,那就自己动手做看看啰 准备的材料大致上就这些 今天这个煮面团我们不加鸡蛋 这里准备250克的高筋面粉,50克的低筋面粉 记得面粉要先过赛喔! 糖的部分,今天我用的是日本的腐粉岛砂糖 你也可以用三温糖或者是上白糖都可以 这个是奶粉,加一点奶粉可以增添风味喔 当然不加把液体改成牛奶也是可以的 盐巴的部分可以使用海盐或者是任何种类的盐 抒发干酵母的比例通常是面粉的1% 当然还是要看每一家包装上的比例来做决定 酵母有分低糖酵母跟高糖酵母 购买前要先确认一下 这个奶油我建议大家事前先切成方块 然后拿去冷冻起来,要用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现在把这个搅拌内锅放到磅秤上 然后磅秤先归零 搅拌内锅记得要把搅拌叶片先装妥 以免发生没有办法搅拌的重劲喔! 我会先在内锅里面放两个冰块 这样可以让面团的温度再低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入冰水 冰水跟冰块加在一起的重量是210克 现在才是加入面粉的部分 有的机器先加入粉类再加入液体 这部分要看自己的机器而定喔! 然后再放入低筋面粉 酱油、砂糖、奶粉、盐巴、奶油 我会这样放在各个区域,这样搅拌的时候也会比较均匀 最后再放入酵母 酵母放进来之后就要赶快放到主机里面来做搅拌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酵母的活性 记得要盖上上盖喔! 然后再设定一下行程 我们今天要做手动搅拌加发酵 按下启动键之后,机器就会自动运转了 这时候你都不需要去理它,它会自己搅拌 大概搅拌到20分钟左右的时候 面团已经呈现光滑的样子了 搅拌的过程中,建议大家不要一直开开关关的 这样也会影响到面团的湿度喔! 这时候面团已经搅拌好了,机器会自动转发酵 发酵的过程中,千万不要随意的开盖 这样也会影响到面团发酵的温度喔! 现在面团差不多已经发酵好了 如果发酵的状况还不到原来面团的两倍大小 那就可以再继续的发酵,直到两倍大为止 现在把这个发酵好的面团小心取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连同搅拌内锅一起称重 现在记住这个重量,我们要把面团拿出来 在揉面垫上抹上一点橄榄油或者手粉,预防粘黏 手上也要抹一点再摸面团喔! 然后把这个内锅整个倒扣过来,把面团倒出来 轻轻的用双手拍一拍,拍掉多余的气体 不要太过用力,这样会把发酵好的面团破坏掉喔! 这时候把内锅称一下重量,把这个重量跟刚刚的重量相减 就是面团的重量啰! 现在面团整理成圆形,切割成8等份 然后拿一份起来称重 平均每一份重量大概是73克 如果那一份比较重的话,就可以把多的切割掉 比较少的话,就补一块 反正就是把面团的重量除以8,就是每一份面团的重量了 现在把面团先揉圆 光滑面朝上 然后将逆时中方向揉捏,搓圆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也可以在揉面垫上揉捏 一样是把光滑面朝上,逆时中方向揉捏,搓圆 把面团的位置稍微的整理一下 拿一块拧干的湿布,把面团盖起来,休息15分钟 时间到把布掀开来 这时候面团会再长大一些 先把面团移开来一下,这样会比较好揉面 然后我们再一一的把这些小面团压扁,排气 把多余的气体排掉,然后翻面过来 让底部朝上,像这样 现在把面团前端的地方轻轻的往里面折 底部的地方收口要捏紧 大概像一个椭圆形的样子,这样就可以了 每一个都是这样的方式 黏好之后,记得收口要朝下 这时候把烤盘铺上一张烘焙纸 把面团轻轻的放上来 每根面团都会再长大,记得要留空间,不要摆得太密啰 这时候拿一把小刀把面团的肚子划开 大概要划开一公分身左右 你可以在刀上抹上一点橄榄油,这样比较不会粘黏 都处理好之后,就可以放入烤箱进行第二次发酵了 烤箱设定30度,发酵50-60分钟,或者是发酵到两倍大 等待的时候可以来准备葱花 你可以只使用葱绿,颜色会比较漂亮喔 分量大概要切60-70克左右 打两颗鸡蛋进来 打两颗鸡蛋进来 大约两大匙的橄榄油或者猪油 喜欢古早味的话,可以用猪油会比较香喔 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巴跟白胡椒粉 这边份量就自己拿捏,我不想要太咸就不要加入那么多盐巴 像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 然后把烤箱预热到170度 把刚刚调好的葱蛋放到面团上面来 单汁留下来没有关系 尽量多捞一点葱,离掉蛋液,这样葱会比较多 然后边边的地方刷上一点蛋液 这边动作要轻一点,不要把面团的气泡弄破了 等烤箱预热好之后,就可以把面团放进去烘烤了 大概用170度烤20分钟左右 时间可以依照实际状况做微调喔 烤箱的温度不要设置得太高,不然葱会容易烧焦喔 现在面包差不多烤好了,可以出炉啰 刚烤好的面包记得要放在网架上喔 这烤面包上面的蛋皮是我最喜欢吃的了 我家的小孩刚下课,他们已经等不及要吃刚出炉的面包 那我今天就不摆盘啰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bye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